徐師傅終於說地府的事給我聽 其實你很少無緣無故跟我說這些 我們平時聊天不會說這些 正常都不會 其實你經常下地府 是 我覺得在很久 我想一年多前你曾經說過地府這件事 有這麼久嗎 有說 你說那次地府是什麼 你去地府找爺爺 其實很有趣 你弟弟也有你的能力 但你小時候覺得你弟弟比較厲害 其實我到現在都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是他教你去地府玩 是他叫你去 因為他經常靈魂出竅的時候 都會去那裡 但他就不太有自己的 怎麼說呢 控制的自主權 他出來之後 就不知為何會自己去那裡 其實地府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到現在都一樣 有一個黑色的海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後來才知道 人家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個共同朋友 他有一點點陰陽眼底 但他說他也見過地府 他說有個黑色的海 我問過幾個都是 下到地府的都是這樣說的 黑色的海 然後就會有一條很長的橋 你走過橋一直走 以前只去到橋一半 然後就不讓你走 不知為何 我又覺得不應該要過 到現在我就可以走完 有個大的門 那門呢 開了裡面 又會去另外一處 那 還有呢 通常地府 很有趣的 譬如我送一些靈體去 他應該要去的地方 每個靈體都會有不同 要去不同的地方 那大多數呢 就會去一個地方 譬如我帶他去 去做一些申請 排隊之類 或者他要去審判 輪候那些地方 那地方就是一個 你當 那個地方很暗的 很暗的 然後呢 就有個空地 空地前面呢 就有個寶藍色 差不多好像黑色 但有黑不曬的 一個磚牆 磚牆呢 就有個大拱門 那在門口的外面呢 那麽應該這樣說 那個拱門 拱門這樣進去了 在拱門的另一邊呢 就有 一個櫃塔 這個櫃塔呢 就可以走過去 好像以前呢 嗯 戲與脈肺 類似 對 戲與脈肺 有個女人坐在那裡 對 類似這樣 有個 有個人坐在那裡 那我 看到那個人呢 他的樣子不是普通靈體的樣子 那他是一個 怎麼說呢 我們稱呼他為地神的問題 嗯 坐在那裡 他沒有表情的 又不會特別說什麼的 總之 我帶個靈體去 那人就會自己走過去 走到過去呢 他就會給你一張票 那張票呢 就是一個號碼 有個數字 但他的數字不是寫在那張紙上的 那張紙是好像 空白那樣的 那但是呢 我去裝過去呢 他就會有些字好像彈出來 是一些我認識的字 嗯 那就會有一個數字 嗯 那我就會知道 那個人多少年之後 他就可以去投胎了 你通常看到的號碼是大樣什麼數 通常呢 都是過了六十幾年後的 有沒有那些很快就馬上投胎 有的三字頭我見過 這麼厲害 有的 三字頭不是三年 是三十幾年 對 對 有沒有呢 有一個最快的 我見過七字 七年 對 我見過 但是呢 那些靈體通常都是 可能已經很久很久很久了 他可以等到七年就可以去到 這個真的唯一一個見過 其他那些通常都六字頭起的 有些是一零幾 這樣 一三幾 都見過 嗯 通常都是這些字 然後呢 另外一邊 其實都隔很遠很遠 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見到 我帶那個靈體去 例如他自己也 原來這邊不受理 即是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這麼快投胎 不可以的 是 他不是直接這樣等的 他要做其他的程序 才可以的 嗯 那他就會有另一個部門 那這個部門呢 我走過去拿 他就有點像 嗯 好像香港不是有些食物銀行的 嗯 那你沒有飯吃 你就可以問那裡拿 那他類似是這樣的一個部門 那我呢 那他帶那個靈體過去呢 那他就會 那他就會 給他一串金銀 一串 但是很有趣的 剛才不是跟你說一粒嗎 是啊 因為我看到他們都是一粒 那他們就是 一粒 扔著一條白色的線 一粒 又扔著一個白色的線 一粒又扔著一個白色的線 那他一拖 可能大概七到九粒 對 因為我特意數過 嗯 那他就會拿著 那他後面就好像有些椅子坐 好像別人健康院 你等著叫名 等著叫名看醫生 對 那他就拿著一路走 那條金銀就這樣飄 好像放紙繞一樣 那他就會圈在這個位置 那他就會坐在椅子上呆了 那但是呢 那他們坐下 每個人去到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 有些呢 就是正常 一條金銀 有些呢 就是他坐下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有扣的 手扣 是啊 有些是有扣的 其實是不是他們 生前 就是做人那一輩子 做了一些壞事 所以 去到死了之後 開始是 經過審判之後 他們要還回一些 他做人的時候做錯的事 其實每個人都要去審判 每個人都過不了的 一定是要去審的 但是 究竟他們有多少的錯 或者他們要去哪個道 就是審之後的決定 是的 但是有些可能純粹 原來他 可能有親人 在世還有供奉 或者有拜祭他們 可以直接去拿票 但是沒有呢 就是在那條卡塔帶他們去拿 那我又問 在這個食物銀行的地方 去拿他們的金銀 這些金銀從哪裡來的 那有些呢 就是可能我們 或者不同的人 有時候會燒街衣 會去化衣紙 的一些你當是捐款 就是給眾生的 對 捐款的 這些是捐款的福利 他們就會去拿 這樣 有些可能是 如果那些卡塔都不給 那就是我會給一些 我們化過的金銀 幾個給他 這樣也會 我看到通常地府 最外面那一層 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就說 我們不拜鬼 所以我們7月節 是不會燒街衣的 還有燒街衣 有些問題 本來沒有鬼 燒街衣就惹了鬼過來 他們有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 你覺得嘉誠 其實是不會的 除非你的步驟錯了 嗯 有些人 我有聽過的 嗯 你燒街衣的時候 自己又會求自己的東西 譬如說 我在燒給你 你保佑我平安 保佑我健康 富貴永華 那你就真的在拜鬼 求東西 你求有求 你會不會捐錢 那就是希望 受你捐款的人 保佑你 你會不會問他們 要拿什麼條件 不會的 你捐了就是捐了 你不會 拿給了東西的人 你希望有什麼回報 嗯 這個心態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第二就是 有些很有趣的 有些師傅 我知道的 要你自己寫上自己的名字 燒下去 蛤 不行的 是啊 是啊 有些師傅 他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 教 教現世的人 不斷燒多點錢 不斷燒多點衣包 不斷燒多點衣包 而這些衣包 是寫了自己的名字 是的 然後 他說 他在地府上 有一間銀行 那這間銀行 就幫你儲著錢 如果有一天 你 走了 你就自 不用擔心 沒有人消費給你 你就自 就好像儲錢 你就去地府 去找回銀行 告訴別人 你是誰 之前我生前燒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是拿錢 這麼著數 行不行 你覺得呢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也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 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 按擊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